我們可能就是針對那個雅虎的這個新聞 假如說我要爬取這個資料的話 但其實你會發現程式碼跟剛剛幾乎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也就是說以後其實有一些固定的SOP 像第一個一定要先把原始碼爬下來 就那四行,改一個超連結而已 第二個的話抓到你要的資料 比如像這個啦,狀況差 現在很多碩博士掛鈴,按右鍵檢查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特徵 有特徵的話你把特徵抓過來 那我看了一下 這個特徵有什麼特徵 它是span,所以它的副層 所以我剛剛提到啦 如果你假如找不到它這一層 比如說你用span可能太多了 好像到說,所以你往上找 那再來就是KS 所以你這個KS裡面的話 它有這個一串 所以你按右鍵複製一下 把這個KS名稱複製 理論上就可以得到它的inner test 其實就span 然後呢它的超連結 所以很簡單 其實甚至比剛剛那一題還要更簡單 因為它只有一個特徵 所以把第一個先建一個SOP 然後叫什麼,下載那個Yahoo!交點新聞標題 與網址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這四行固定的 這個其實可以不用宣告啦 這個我想就是 我剛剛有提到 就四行然後把網址改一下 然後 再來一樣就啟用HTML File 物件 然後把剛剛的這個 class名稱 貼過來 然後用getElement by 這個className 所以把它貼上 有沒有 byclassName 就這一串 然後呢 裡面的話不換標題跟超連結 然後跑個回 所以抓回來就title啦 所以set這個title 然後把title裡面跑個回圈 那第一個是inner test 就是裡面那個標題 那第二欄就B欄的部分 就是超連結 那這樣寫完之後 再把它run一下 那你會發現 得到應該就是我們要的這個資料了 有沒有 對這個 狀況差 50個碩薄斑註冊率掛0 超連結在後面 OK 所以呢 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會發現 哇 抓那個新聞標題 哇 簡單太多了 所以你會發現 用爬蟲 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像 比如說你要做漁型分析 如果你 假設你用人工來做 真的永遠做不完 但是如果你用爬蟲 你就可以監控所有的媒體嘛 因為電腦在跑 而且現在電腦速度那麼快 又不是你在跑 所以你如果可以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然後把它建到database裡面 隨時比對一下 甚至可以馬上做成視覺化 畫圖出來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哪些聲量是最高的 至於聲量上面的話 那你可以自己建議一些相關規則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這相關的應用 實在是 我覺得延伸性非常非常的大 那只是說 可能還是請各位回去 還是要多多熟悉 像剛剛提到的 不外乎就是HTMLFile物件 然後不外乎就是 如果你要抓網頁資料的話 原始碼 那就是這個 XMLHTTP物件 那這個前面用蠻多的 甚至可以結合前面的 CSV JSON 跟XML 哇 那搭配在一起 其實就可以做出非常多的事情 只是說 有點像師傅領進門 後續可能你們要自己再去延伸 甚至如果之前好像有學過 Python的同學 我發現我們這一班 其實沃虎長龍同學蠻多的 那你也可以再結合Python看看 其實有些東西 以前Python課都講過了 兩邊你可以比對一下 到底哪個比較OK一些些 不過你會發現如果你用Excel的 你用這招 我覺得就已經很夠用了 然後其他的部分的話 還有就是說I物件 那這個的話 因為我們時間沒那麼多 所以如果你假設有興趣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基本上改最多的啦 其實主要就是在 引用物件是變成Internet Block Application 然後也就是把那個物件改 然後也就是剛剛靠兩個物件 那現在IE比較厲害 就是一個物件就可以通吃了 然後只是說 像那個HTML的那個File物件 把它改一下名稱 那其他理論上應該沒有太大的差別 所以有興趣同學回去的 就是下課之後 可以自己再延伸一下 那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還有蠻多的沒有講到的範例題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自己再試試看 那如果有發現問題的話 當然也歡迎各位可以給我一些反饋啦 那至於要怎麼給我反饋 其實都蠻開放的 我覺得像YouTube下方你可以留言啦 或者你可以既沒有給我啦等等 那最後呢 因為今天是最後一次上課啦 再提醒各位一下 如果你想要備份這個資料的話 因為我目前放雲端上 你可以自己再備份一下 理論上這個資料不會 短時間還是會在啦 不過我不敢保證 一定都永遠在 可能頂多大概三個月內 應該可以不會變動啦 不過三個月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班級等等的 內容可能會異動 所以如果你想要保留這個資料的話 那我建議你可以自行下載 然後甚至我建議各位 可以再花一點時間 自己在整理自己的筆記吧 因為真的每個人 要的其實都不太一樣啦 OK 那原則上 大概今天可能就要告個段落了 那最後不曉得 大家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要提出來的 OK 因為時間剛好剩一分鐘 還是說客後 如果各位有問題的話 當然隨時歡迎就是說 你看用email啦 或者是說在那個 YouTube下方留言等等 可以再做一個交流 OK 好那 今天就先到這裡